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Now News今日新闻共同制播的节目 每周六更新一集 在Spotify、Apple、Sunon、Google 还有YouTube播出 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意见 也欢迎到节目的专属信箱 跟我们互动交流 这一集的节目让我们来认识一位 为了追寻梦想 13岁就独自在异乡生活 最后登上顶峰的传奇人物 13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 是刚刚从小学毕业 要上国中一年级的年纪 心态上正要迈入 懵懵懂懂的青少年阶段 对周遭的人事物感到好奇 想要探索 但应该很少有人在13岁的时候 就确定自己的志向还有梦想 并且可以一个人提起行囊 独自远赴千里走上追梦的道路 一个人承受在外地生活的辛苦 还有种种的挑战 并且最重要的是 要耐得住寂寞 这一切对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说 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有个人他不仅做到了 更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登峰造极 他是台湾旅欧钢琴家陈瑞斌 陈瑞斌出生在台南的永康 12岁的时候通过台湾教育部 天才儿童的资格测试 13岁考进奥地利维也纳势利音乐院 20岁的时候就已经获得 五项国际钢琴大赛的金牌 他也是俄罗斯传奇钢琴大师 拉扎尔贝尔曼唯一的亚洲弟子 有天使手指的美誉 很早就登上国际音乐的顶级殿堂 除了在世界各地巡演之外 他也乐于传授经验 是许多人的老师 陈瑞斌老师这几年也经常到 东南亚跟当地的音乐人共同演出 最近他才在马来西亚的槟城 完成了一场盛况空前的音乐演奏会 我们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他 来到节目的现场 跟大家分享在东南亚演出的观察 欢迎陈瑞斌老师 林与主持人好 欢迎你到现场 谢谢 你最近才刚完成东南亚的演出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 在当地演出的一些观察 还有感动 我很感动的就是那个 因为其实在东南亚有很多种族曲 它也不是只有华人 然后来参与我的演出的时候 也不是只有华人 还有很多白人当然了 在地的 然后马来人 印度人 这次的那个 当地在国议会的一些负责人 全部都到场 然后很高兴的 我在UNCLE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给我自己一个目标 也许下班 也就是说我 尤其在海外 我都会尽可能的 在那个表演的时候 我会尽量去推广台湾 所以我在UNCLE的时候 我也弹了江文也的台湾舞曲 那我也特地用英文的解释 是因为不同的族群 为什么这个曲子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 在东南亚那里有很多 福建人 各家人 还有 所以为什么像他写这些东西 里面有 有置入福建 各家的这些元素 我特地介绍给 华人以外地的 的族群们看 然后反应相当好 其实以前我在欧美 也做过不少了 但是尤其我想到东南亚去 会特别贴近 特别亲切 因为那边的 他们的以前几代移民 就是从这些地区移过去的 所以我明年应该也会再持续 除了我自己 我的钢琴的 所谓的标准曲目 受欢迎的曲目之外 我也会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会尽量都会去 但也不会只限于东南亚 就是说全世界上 我都会去推广 就是说可以代表台湾的 这些作品 那老师你过去比较多时间 是在欧洲啊 美国啊 或者是有时候回到台湾 为什么这几年 也安排到东南亚演 跟东南亚的渊源是什么 因为其实那个东南亚 我大概 我就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去很多次了啦 我不能讲 我只是没有讲 就是说 我逛新加坡 我就去五六次 还有读作 还有我跟新加坡交流演讲 很多次 然后我包括新加坡 巡演 包含台湾的巡演 独作家都是我 然后马来西亚 我当然也去很多次了 跟国家家庭乐团 槟城也以前去过 吉隆坡 很多地方 然后 跟不同的乐团 但我明年会扩大了 我明年那个有 厨房方会希望我 每次去都 有机有可能会留下更长时间 因为马来西亚有四大块 北中南还有东边 他也希望去东边 对 然后我也会 中乐团 西乐团 各种形式 他希望留下来 他们太喜欢你了 然后 在我离开前 他可能会 还会有 有几个表演 然后我会参与 那个马来西亚政府 制作的一些艺术节啦 然后还有在那个 大厅可能有 三千座位的 跟乐团 他说打算都放在这些地方 泰国在团当中 然后新加坡我也会 会过去 对 会参与 就是但是会会很忙啊 因为可能不同单位 他会希望我都参与不一样的艺术节啊 或者是不一样的活动 会有不一样的期待就对 然后我自己要要做一些准备啦 那老师我很好奇哦 像你刚好说你在 你现在会演奏江文也的曲目嘛 嗯 那你到东南亚表演的时候 会不会融合一些当地的音乐特色 当地的话 有些艺术节的话 我可能会做一些跨界了 也许有可能正在谈当中 因为其实这个我在那个 我的经验里头已经做了不少了啦 跨界的东西 不管是台北101以前我也跨过 跟那个地角我也上台演过 然后还有很多 很多这些arrangements 包括香港歌手 广东歌啦 日本歌啦 这些东西我都有做过 那我想当地的政府 提出一些比较民俗特色 也许有一个活动会去结合 古迹说不定 所以正在 哪一个古迹 我宾城就是千年古迹了 所以有一些艺术节 他们就是 因为在已经是联合国 那个指定的那个 就是千年古迹的 很多地方 像我们这次表演地方 不管是宾城 或新加坡 全部都是英国人盖的嘛 所以那个厅都是相当相当相当 不只建筑而已 里面的艺术也很很有特色 所以这些跨界特色我也非常期待 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 那你在当地表演跟compare 就是你在欧美的表演 你觉得最大不同是什么 最大不同就是毕竟 某些地方中文也讲得通啦 蛮人有时候福建话 他们也会听一点 对 但就是 他们这个很好玩啦 因为马来西亚讲的福建话 也参了啦 你听得懂吗 他们的福建话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会参马来话 然后参英文 参有的没有的 客家话什么一堆的啦 那我当然没办法了 他们都是参了参去的 速度很快 我说有参广东话的 OK 那枪也不一样 又跟台湾下面讲也不一样 所以要适应一下 要适应一下 但是老一辈子我当然都听得懂啦 然后他们讲 我觉得就蛮好玩的啦 就是那个地方 当然要有很多不一样的文化特色 因为本来就是一个融合的族群 有很多的族群在那个地方 然后吃的东西啦 特色啦 这些都是 又跟台湾 又跟这边所谓的 这边的亚洲文化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觉得非常好玩了 那因为你13岁就离开台湾了嘛 那回到 如果来到东南亚 你会不会比较有那种回家的感觉 哦 东南亚我是非常的 怎么讲 就如果我跟您叙述说 那个 其实我以前去过非常多次 那报屏什么都 也对我都是很正面的报道啦 很多很多critics 很多review 而且呢 东南亚我觉得是 我会 不是说只有回家而已 那事实上台也 也应该是这次十几年啦 可能是成长 全世界成长最快的地方了啦 对没错 这已经不用怀疑了 那所以呢 你去那边 你不会只是说 面对台湾的听众而已 或 当然有很多台湾人也在那里啦 那很多 我在新加坡也碰到那个 很感动的一些台商什么的 我以前去 我以前去新加坡教育园团表演 有一次我弹什么 他连我弹什么曲子 他都记得耶 所以就说他真的是在现场 然后呢 我弹什么曲子 我很少说 听众还记得我弹什么曲子的 因为我去过新加坡跟新加坡教育园团 已经弹过很多次了 那我只是其中一场而已 其中一条曲子而已 其中一次去他也记得 所以 所以还是你超级粉丝 没有 没有啦 我就去那边还是有碰到很多 很多知音 然后这是在槟城的时候 说实在的那些 有团圆的又从泰国过来了 有很多 然后还有 当然是我很多 当地的马来的音乐界的好朋友 真的很久没见面的啦 所以我这去是非常兴奋 真的是 就是见到很多我以前的 其实大家也没什么变啦 心态都没什么变 大家都一直为音乐 然后马来西亚我觉得 尤其马来西亚华人 我觉得特别的感动 其实他们 真的也不会去 怎么讲 不太会去 想说我这个时间 我为什么要去拉乐团这样子 他们不会的 让我非常感动 这个有出乎我在欧洲 跟美国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对音乐的 的支持跟期待 就更开放对不对 更宽广 我觉得他们很期待 就是说他们本来 本来就是搞音乐了 然后就希望说这个音乐 也可以深入到说 他们这个地区 我也说只是 只限于华人而已 所以他们付出的时间 跟精神相当的多 你刚刚说你 之后有可能会在马来西亚 北中南 甚至东马都要去 东马都会去 你会不会觉得时间太长 或是会对当地会有任何水土不符呢 水土不符是不会啦 像我这次有碰到印度新年嘛 那当然有些东西我不太敢 就音乐会见 有些东西我还是稍微闭一下就是 我其实我都在旅馆里面吃了 我没有出去外面 因为外面我也不知道吃什么 没有啦就是有时候 他们的一些果条 有些稍微比台湾的辣一些啦 什么东西那些都稍微 但是我还是有尝试一次两次 总监就带我去 晚上他们要吃 我就跟他们出去 然后但是还OK啦 但是假如说即便我去 即便到一个月 我相信我大概心情 因为我出去表演 我其实压力都蛮大的 大家碰印度新年 我只能在旅馆高高的旅馆 我在BOTL 我只是自己拍了一下 人家告诉我说那是印度新年 我就拍了一下 我真的远远的高高的欣赏这样子 欣赏海边就是这样子 我也这是真的是 所以这就是 也不是东南亚很多地方 我想说东南亚 下次要再有过去的话 也许尽量看能不能多出去走一下 本来这次 因为比如说槟城就是千年古迹的 它很多是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英国人盖的 很多东西 有啊像乔治成 有很多英殖民时期的一些建筑特色 对啊 我去排练的时候经过而已 就这样子而已 车子开过 所以你也没有去看壁画什么都没有 这实在太干了 就是工作 因为工作的话 我要排练要干什么 根本 不过还好我还会有机会 下次我可能 应该会做一点安排 不过你刚刚讲到说 你每次表演之前都会压力很大 会紧张等等 那我蛮压抑说你已经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 你应该有非常非常多巡演的经验 可是你还是会对每一次的演出感到压力 那个压力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就是说我不敢到哪里 很多人到那边去 Long Weekend 我那时候去表演的时候 那个印度新年Long Weekend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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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跑到那边去 我也我也没有什么心情去去旅游 去跟他们去看 我就说我只能原 其实就是我对演出 我还是一样的心态啦 反正我知道我来任务是要表演的 所以我就那种压力 但不过那也许是我的个性啦 因为我追求每一场音乐会 达到我自己的要求 达到我自己的标准 所以旅游可以啦 我是都知道那些历史啦 因为他们都有多小 跟我做相当的介绍 只是我没有下车拍照啦 就是车子进过很多地方排列 说绕了一大圈我都有看到 但是坐在车上看啦 就这样 那期待你下次去的时候 可以多拍一点照片 然后放在你的Instagram上面 跟我们大家分享 对这是本来那个 对啊送机的时候 说要挪出连挪出一个小时都没办法 我最后只拍一张照 就是几场 然后那个他们帮我偷拍几场 我又入关了 就是出关了 就是说哇很惨 但是就是那些古迹我都有看 包括他那个 早期四十多年 那六十几层 那个四十多年前就盖了 那个beautil 我的hotel就在正对面啦 所以我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看到海 我还是觉得很棒 可以看到整个海面啦 包括桥啊 我都看得到 那像你这几年在东南亚这样子经营之后 其实像你刚刚说 东南亚是像未来或现在 就已经是世界经济的引擎的驱动器 应该很多音乐人也会想要发展这个市场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对我昨天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可是我还没有思考到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确切的答案啦 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的民族性想法跟欧美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假如说到那边去 也许大家就是可能要有自己准备 就是说也许你得去融合他们的文化 比如说你到泰国 因为泰国华人大部分都已经被童话了嘛 就是他们也用泰国名字了 或者是马来西亚 很多是马来人的文化 去那边的话 你假如说就是说可以多了解 不一样每个地区的文化的话 我觉得比较for fun啊 就是这样子 那你假如说你要期待说 要像欧洲美国人啊 因为他们毕竟 东南亚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文化 那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地方 毕竟但是他们有不同的宗教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不会排斥啦 然后我有很多 比如说回家的朋友我也有很多 以前我也常去去拓棋表演的嘛 很多地方很多次了 所以但是要是说可以融入不一样的文化的话 我会觉得对于东南亚的执行会比较有趣一点 不是说 即便我觉得在台湾也是一样啦 就是说 也不需要说那么的 因为古典音乐其实白人看我们也是这样子 我们是东方人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涉入所谓的西方音乐 是这样子 所以在东南亚的时候 我也会尝试同样的心态 但是一个文化交流 我觉得会比较 也蛮不错的 意义上就比如说 你那边也知道我是华人嘛 我的学员是华人 那我也很希望能够把自己华人的文化 能够多做交流也好 或者跨界也好 或者融合也好 那跟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传统 也有他们自己的乐器 也有他们的歌手 这些 那这是一个新的视野啦 我觉得我个人兴趣比较多 所以我会比较细心的去观察这些东西 你刚刚讲到华人文化 那你觉得在音乐的传承的过程中 要如何保存 或者是推广华人文化 曾文也是你推广华人文化的一个方式吗 因为这几年会大量的推荐他的音乐 所以我也蛮好奇说你为什么独钟于他 很简单啦 就是说我其实我因为20多岁的时候 我在德国跟乐团 跟职业乐团表演的时候 这个我最近才讲出来 其实事实上那20多岁我就碰到 20次20岁我就碰到了 他就那个总监就问我说 你将来死后你要葬在哪里 他问我这么一句话 然后我是 我弄了一下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因为我还在学 我还当学生 你才20岁而已 想不到那么远 他问我这句话 他当然年纪比我大 那就是欧洲人他们就会 后来我观察 确实欧洲人他走欧洲文 为什么我们今天 喜欢欧洲一股年月经验他们的东西 他们确实是 对于他们自己文化的非常的推崇 而且保存的很好 那个传统他们保护的很好 而且他们甚至 认为说这个文化可以影响到全世界 然后认为说这个是 他们很骄傲的地方 那既然我在怎么样 我地球绕这么 我不知道绕多少圈 反正anyway 我在怎么样 我还是华人 那我想 不管是华人地区 或者是 不是华人的族群 那我想我这个也许 这个 其实我早就做 但是我想我在我下半生 我会更积极的 去寻找这些东西 然后 理由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个初衷 为什么我认为 然后确实我们 不管是这个文化 尤其是包括台湾的 有很多 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民族 那自己本身就有很多 不一样的文化 都可以向海外去介绍的 包括在亚洲也是一样 因为其实在东南洋那边 其实有很多白人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的音乐会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我这次音乐会 我是他们音乐会主题是 虽然是奥地利之夜 因为我是从小在奥地利长大的 所以我整场他们都 我们全部拉着奥地利的 就是作曲家 莫扎特 苏波特 但是在安国的时候 我是谈的姜文言 我就是这样子我就很 这算是我可以做到 但是我希望将来可以更多机会 可以去跟主办方去 郑重的就是说去 有一些节目内容 可以有更多包含在这块里头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 为什么你独钟姜文言呢 我不是说独钟他 但是姜文言是一个 不是传奇的 连我拿到他谱子都很传奇的 因为我二十多岁 我就拿到他谱子 那就是他的谱子没有权 然后也没有印制出版 我都是别人拿那个 拷贝版的那个paper 一张一张一张给我的 是这样子的 那就是说 当然姜文言 他有他的特殊的一个背景 我觉得很值得大家介绍 就是说他 他虽然他是台湾出生 可是他是客家人 可是他又不会讲客家话 可是他又到那个日本的时候 又变成代表日本 完了之后 然后完了又到最后 又去了中国大陆 然后又经过文革 有两任妻子 然后所留下的东西 所留下的素材 还有那个时空背景 影响他的作品 这种跨时空领域 跨历史这种的作曲家 大概现今是找不到了 但现在的作曲家 我有接触几位 有的还是也是蛮传 蛮保护自己的那个东西 然后姜文也是前辈 是我们搞音乐的前辈 我想是 因为他跨那个 当时那个历史的文化 所写出来的东西 我讲我要介绍历史的话 那它是会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是这样 我记得你有说过说 他的谱或他的作品是自由的 是这个自由给你 就为什么你会有这种自由的感觉 他自己本身应该就是很自由的人 但是他自由里面也不是坚持 就是说大家知道 他在文革的时候 他还是坚持在作曲 那这种东西 又要自由又要坚持 是很矛盾又冲突的一件事情 然后怎么样中间 有做一个取舍 这就是自己要去做一个决定 不管是我当艺术家 我长年在海外 或者是包括我的老师也是一样 我老师也是在俄罗斯 到50岁以后 才有办法到西欧去表演的 当然是一进西欧 马上卡洋跟柏林安岳 就跟他录音了 就表演了 这中间他怎么样坚持 从这些老一辈 或是过世的 我看到我做不到很多地方 所以他们都是我的偶像 是这样子 那在音乐领域 你已经登峰造极了 你接下来有什么 其他的梦想还要去实现吗 梦想是很多啦 我觉得梦想有时候也随时在改变 然后也是跟我的表演也是有关 我除了做音乐推广后 然后还有很多 我也是帮欧洲人做很多艺术推广 交流 比如说一次大战的时候 法国是主战场 法国政府在前几年时候 一次大战一百年 他就给了我很多女性作家的作品 然后那时候有在大战时候 那些女性作家写的一些 包括我们现在讲布列塔尼 包括什么红酒 包括什么一堆的 都是那大战 他们都就把音乐都捕在 把那个背景 时空背景都捕在这些东西上面 然后音乐是 这个梦想就是说 我假如说能够借由音乐 然后让大家能够对华人有更多 不一样的面貌的一个看法跟肯定 然后包括台湾 然后假如说 不要说是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台湾只做IT 这样其实台湾有很多素材 有很多不一样的音乐艺术 然后要是可以 当然能够各界 包括科技 包括什么大家都能够结合 然后就重新塑造一个新的 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可以退展到全世界 因为我觉得这个科技进步 也是蛮可怕的 台湾在科技本来就是 蛮先进的 怎么样可以用 可以结合 就像那时候 Steven Jobs的他 就是一个对艺术本身 就很爱好的一个人 所以他的Apple的价值 为什么到今天 我相信是有道理 那我希望 我期待将来 能够在台湾现在是一个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 就是可能 就是一个 接下来这10年20年 应该也会 可以做其中一个亮点 对全世界的人来说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希望 陈惠炳老师 可以多一点时间留给台湾 肯定的 这个不是说留给台湾 那我也很希望能够为台湾 做更多方面的 然后那我确实发现 音乐是可以 比如说我这次做的 的forum在新加坡 就有很多的 不管是大师 不管是学校的一些代表 乐团代表 全部都到 那大家在现场都 都是专家 那大家在音乐上 有 也可以更多讨论的空间 那老一辈的 年轻一辈的都有 那问的问题也不一样 那我觉得应该 大家都有一个答案了 就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那我觉得这个音乐 我认为音乐应该不会说 只是没有国界 而且在那个 应该在那个 Generation来讲的话 老中青是也是不会有隔阂的 这是一个真的还是一个 相当棒的一个 一个语言跟工具 好 谢谢陈瑞宾老师 谢谢 谢谢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钢琴家陈瑞宾 来到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他的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不要忘了 在Podcast频道订阅 东南亚 当什么节目 我是詹琳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